有全國政協委員向教育部提出提案 說內地男性有存在女性化的問題 尤其是新一代藝人,部分打扮忠誠 會對青少年帶來影響 教育部福咸就說會注重培養學生的陽光志氣 張偉聰報導 內地不少新一代男藝人都曾經在南韓接受訓練 出道之後再回中國發展 寒風影響之下,形象裝扮都比較陰柔女性化 大受年輕一代的歡迎 不過,上一代的審美官就未必一樣 更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 近日得到教育部回覆 表示會透過加強體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鼓勵退役運動員 有體育特長的志願者等 兼任體育教師,提升教師的質素 並且要求學校加大力度 更多注重學生陽光志氣的培養 回覆一出,就引來網民一面倒的批評 網民多數認為,應該尊重每個人發展的多元性 不應該對個人成長有太多干預 與其防止男性女性化 不如教育擔當有責任感的下一代 也有批評,官方是帶頭搞性別歧視 有線電視記者將為聰報道